現在玩的是東方年代季 然後上次我在這邊 弄合體劑啊 我終於研究出來了 終於跟等級什麼 使用次數沒關係啊 要怎麼辦 我看一下 我先不要放 他首先呢要先放個賢者之石 然後把這招風靈角敵變成風靈戰格 好的 可是示範天 結果無聊 放個賢者之石 夠不夠放 好 超少 好 放在對方 越...越...越...越實際的... 越的鐘錶盤 OK 好 風靈戰格 這個就有了 越實路越有模型 我今天殺光了 好 再怎麼搞定 有吧 應該有吧 看一下 有 有 風靈戰格的 這兩個 越實際越有模型 有兩個 一個是風靈角敵的 一個是風靈戰格的 再搞下一組 一顆 又是阿奇路諾 跟...雷...雷蒂 在哪裡 嗯哼 我今天呢 雷蒂耶 糟糕 一顆眼殘 我找一下 在這裡在這裡 好 我把它收一下 刷...刷...把合體器刷一刷 雖然有一招可能要... 下一輪或之類的 難用了 嗯...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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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還要合體器欸 加... 完美凍結 加無盡冬日 無盡冬日 喂喂喂 慢一點慢一點 好啦 完美凍結 哇... 哇... 那兩個人一起也很慢欸 怎麼那麼慢 解受了 正義凝霜 趕快活滴喔 OK... 有定 唉唷 看一下 正義凝霜 有 得... 然後我就繼續 過我的8.5張 合成攻勢不行 平居一輪晚點 代帕奇 欸我幹嘛 剛才又把人招起來 呃... 呃...怎麼又是你 死咧 對... 對... 呃... 呃... 怕騎...是... 怕騎... 怕秋里 帶他去找... 二小姐 二小姐 先存檔 不行啦 這實在沒辦法 內容來幫浮蘭 所以說怎麼... 補... 要替浮蘭保密 哦... 不行啦 這實在沒辦法 內容來幫浮蘭 所以說怎麼... 補... 要替浮蘭保密 對... 站在後面都中槍 最近摩里莎不來... 都不來跟浮蘭玩 總是圍著愛麗絲傳 這樣子很無聊啊 點點... 點頭 所以浮蘭想要做出 特別... 製的蛋糕 來請浮蘭來吃 然後再用浮蘭和浮蘭一起玩 如果妹龍是個好看人的話 這裡就應該大聲說出 那我陪你玩不就好了的台詞 然後進入專門的浮蘭奪路邊 別打岔 然後怎麼了 不會做蛋糕 所以想找我幫忙 不是不是 蛋糕還是可以做的啦 浮蘭有專門的蛋糕配方 只要收集好的素材 就可以做出世人罕見的全妙蛋糕 已經有配方了嗎 恩 惡魔之王的上品蛋糕 菲尼爾 蓋娜的四眼 配方出自惡魔界的王族後廚秘寶 第39代的地白金寶箱之中 但是那些都不是重點 還好即時收口 否則一個巨大而輝紅的設定 又被拋出坑來了 根據配方的記載 想要讓蛋糕達到巔峰需要的也是非常罕見的素材 比如說達姆之堂啊 阿斯塔利亞魔藥啊 納比斯丁的芳繞啊之類的 聽上去都是很難搞的素材 比娜配方是從移俗之俗里翻出來的嗎 不過這些素材已經 敗脫了 在惡魔界想辦法 擊敗各種魔王得道了 順便也幫解決更好的 確定了在惡魔界的王者地位 真的有那種是嗎 一種強烈的違和感怎麼回事 還有那個什麼惡魔界 這攤水又混了 然後眼下缺少了 就剩下一種配方沒有詳細記載的素材了 充滿月之魔力的順息的花朵 配方也是這樣提示的 必須通過這種花的花粉 才能將蛋糕的美味氣息得到 氣息得意昇華綻放實現完美的口感 但是怎麼也猜不透到底是什麼花呢 妹虹你都旅行過好多好多地方的 有沒有聽說過這種花呢 沒聽說過吧 充滿月之魔力 似乎要和月球聯繫到一起了 才不會是 火牌月幽談花 啊 怕其知道那種花嗎 點點 點頭 點金樹常用的富含魔力的花草 擁有奇異的靈神芬芳 它長在人機罕刺的懸崖 絕壁底端 高靈子濃度的區域 以月光為養料 儲活週期為1至3克 壽命極短 採摘時需要用日屬性以外的利用魔法 作為家戶才能得以保存 有清洗斑駁靈力雜質的奇效 有清洗斑駁靈力雜質的奇效 配合特殊魔獸的爪本可以自出原強於阿斯塔利亞魔藥的四季 我怕其懂好多 出本知識 那麼書上有記載這花到底在哪裡有開嗎 是啊是啊 那個才是關鍵的吧 點點 鳥頭 笑 只能推測出某處的懸崖下方 為適合韓月幽彈花生長的眾林地 但不一定榜聖一定有 那個地方是 點點 最後已安證近郊千與山谷附地 該不會說的是我們最初傳送的那片地區的那個山崖吧 點頭 內容知道那個地方嗎 帶服染過去吧 那個花真的很重要呢 呃 幫忙倒是可以啦 點點 如果是為了他的蛋糕而去尋找幽彈花 請讓我獻上綿箔之力 現在暫且沒時間 而且這種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喔 蛋糕什麼的重要的是心意在裡面 先好好學習烹飪方法去 等有空 欸有空了就帶你們兩個去那個山崖就可以了吧 怎麼突然發火 才沒發火 快點來找浮蘭啦 浮蘭會在這裡慢慢等的 不贏 不贏 這也那樣嗎 妖精大戰爭 這個沒念過我任務報告 關屬姐妹的奇妙登場 話說居然被三個小妖精玩得不遺而乎 還好靠著輝夜的抗變順利贏得了順利 玩那種消耗自力的辯論戰 那些妖精毫無勝算的吧 大家會不會玩心玩心 手機爆 不知道這樣一來手機爆是不是能更加受歡迎 其實每天看看手機爆上 負責的小笑話也挺有趣的 另外這個工業的放大器馬 可能造成降水異變嗎 如今融解 紅寶石成功送出 最或許是月球寶貝法沒有賣成錢 會越似乎很怨念 喔 菲爾蓋娜的誓言 無論躲入必須要 凡月優彈花來製作蛋糕送給心愛的人 看來當紅娘穿著眼線的工作 我們又得幫忙了吧 話說這花到哪兒去找 沒有目標 與突然躲入和帕丘莉 諾雅基組成四人秘密行動小組去 千宇山尋找韓月優彈花 可以多組一個人嗎 試試看 試試看 沒有一起去找優彈花了嗎 呃 再稍微等一下吧 壞 為什麼 蛤 只能帶那兩個人 其他不能帶 好可怕 好可怕 美姿白牌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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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books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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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這裡嗎 欸 不在 然後去 153.6章開始的地方 不會是這裡 現在評價是18 這邊走 喔 煩喔 不能帶蓮子的阿 嗯 很好 撤隊 嗯 嗯 嗯 你到了嗎? 不是喔 在哪裡啊?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喔?這裡喔? 這裡? 在旁邊看你在哪裡 來到 到到到到 跳跳跳,好高的山峰 能看見好遠好遠的地方呢 這個千里山谷 就是以前劫持飛空艇的時候藏起來的山谷 不讓你記得的 不過居然有這麼高的懸崖 都沒來過的 於是現在做魔 怎麼確定彈月幽彈花的具體位置 進行採摘呢? 需要感受花的魔力走向嗎? 就算有那種走向花 至少也應該是生長在這懸崖底下了吧 得想個辦法下去才行 不知道有沒有三千小路 生長在這下面啊 幽彈花 那就好辦多了 走吧 這裡 居然直接跳下去了 真是出生扭毒不怕死 沒問題吧 還有翅膀啊 為了他的話 只是這種程度的覺悟 哇全跳了 你不會也要胡來吧 順便我的烏雲記 這底下確實生有韓月幽彈花的機率是多少呢 小頭 不知道 跳 現在中的少女都是這麼迷茫啊 我們的工作應該只是帶路而已吧 那麼我們應該可以離開這裡 或者好心的在這裡等待了吧 或者退一萬步講 我們可以人時的去找那些人 就那之類的 沒必要跟這種風胡鬧的對吧 你一定完全不想這種無意義的 沒冒這種無意義的弦對吧 啊哈哈 需要我先著你的走一起跳下去嗎 跳原來訓情嗎 好歹也是飛著或者公主抱吧 我覺得我的恐高屬性瞬間上 真的87.53個百分點啊 我們磨蹭了長控或短控 就當是攻擊好了 可巴 靠 全跳 地球的重力加速度我恨你 咦 呃 居然一片漆黑 雖然考慮到山谷中可能透光性比較差 不過也不至於這樣吧 喂 揮葉沒事吧 不會瞎昏過去了吧 怎麼可能 快點放我下來 試試 咦 怎麼感覺手臂上試試的 各位 你跳的開開不會是 大大大笨蛋 不許說出來 已經平安落下來了嗎 內容好慢 還好啦 不過這裡真的好黑呢 我還不喜歡這樣全都黑霧霧的 像小黑霧一樣 心裡真不痛快 那我來用夢射之香把周圍照亮一點吧 雖然身為月之公主 現在就讓我客串一下偉大的太陽吧 不要使用日屬性魔法 哇 嚇一跳 你在啊 點點 韓月又彈花對於日光非常殘弱 一定要避免任何可能出現的日光 否則會瞬間凋零 那麼點上 點小火苗總可以吧 喔 小火苗 嗚 能看到東西 終歸好多了 嗯 像聞到了什麼味道 淡淡的花香 氣味是從那邊過來的 快過去看看 好漂亮的花朵呢 感覺到那朵花中 凝聚著含著月的魔力 那朵花難道就是含月幽彈花 果然跳下來是最正確的 居然一下子就找到了西式珍寶一樣 完全沒有成就感啦 我來採摘 需要用六藥魔法做 好家戶才行 非常嬌嫩的花朵 不許靠 反動那朵花吃掉你 你這小鬼 原來如此霧米亞在 所以周圍才會淒淚的如此異常 這朵花是霧米亞的 誰都不給 就是這樣 太無賴了 明明是芙蘭了 大家最先找到的 你才是突然出來搶什麼 這朵花是芙蘭的才對 不對不對 這是山谷裡面最珍貴的花朵 霧米亞在這裡等了好多天 才等到花長出來的 這就是霧米亞的花 芙蘭又沒看見你在這裡等 你只是想從芙蘭這裡把花牆走邊的藉口 不是藉口 不會給你的 這是最重要的花朵 這是要給林仙的最重要的花朵 絕對不會給你的 送給林仙 難道是想用這朵花和那個兔子和好嗎 林仙在生霧米亞的氣 是霧米亞的錯 這朵花有林仙的味道 要有這朵花送給林仙 讓林仙開心 不要討厭霧米亞 是那樣嗎 怎麼換成林仙在這裏 可是可是 這朵花對於芙蘭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你有這朵花 芙蘭最精心準備的蛋糕就無法做成了 沒有好吃的蛋糕 摩里莎就不來陪芙蘭玩了 芙蘭想要讓芙蘭來玩 想要這朵花 不給你不給你 花是霧米亞的 芙蘭的才對 芙蘭米亞的 芙蘭的這兩個 好啦 都別吵 冷靜一下 出現了小孩子搶玩具的麻煩局面了 當然都是擁有一級能打死好幾十人怪力的小孩子 該怎麼辦呢 親愛的魅勇大姐姐 會 頭疼了 確實不好辦了 於是應該幫誰一把呢 痾 好像沒有出現分支選項的感覺 別把麻煩 別把選擇麻煩推給別人 自己好好處理 啊 明白了 呼 好吧 那麼二小姐可以請你把這朵花讓出去嗎 欸 欸欸 媚紅不是和芙蘭一夥的嗎 媚紅不會幫著芙蘭說話的嗎 這個麻 是嗎 媚紅也要被判芙蘭了 為什麼要被判芙蘭呢 媚紅是大騙子大壞蛋 傻眼 喂喂 不是那個樣子吧 只是單純的覺得 這朵花對於那個小鬼而言更加重要一些而已 因為 因為他很可憐嗎 因為需要 原諒他嗎 憑什麼啊 你不會忘記他曾經做了什麼吧 他殺了多少人 幾乎把你 把芙蘭把姐姐大家都殺死了 難道這樣的他 還能有和別人交好的資格嗎 難道這樣的他 還能有與他人交好的嗎 喔 不對不對 難道這樣的他 還能有人與他交好的嗎 像他這樣只知道 因為殺了小鬼 最討厭了 不然討厭那樣的姿態 他是犯了錯的壞孩子 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寬恕 為什麼只有壞孩子才能得到大家的關係 為什麼他破壞了一切 撕裂了生命就可以得到原諒 明明芙蘭什麼 明明芙蘭沒有做錯過什麼 可是芙蘭就會被一直關在小黑屋裡 一直不會胡鬧 一直忍耐著沒有人陪芙蘭玩 到頭來連想做蛋糕都做不成 這是為什麼啊 只要殺人就會被大家憐憫嗎 只要殘忍的破壞 就能得到大家的矚目和光環嗎 哇 他變紅了 那樣的話 那樣的話 胡蘭也可以一口氣塗掉一個城市的人 這樣也可以嗎 你冷靜點二小姐 被紅也是紅的 怎麼可能冷靜得下來 怎麼可能冷靜得下來啊 給我冷靜下來 胡蘭躲入斯卡雷特 那個 殺人者是無法被寬恕的 不會被別人寬恕 不會被自己寬恕 殺人就要背負著死者的命運 背負起殺人的罪 那是每每回想起都失心裂肺的過去 但是 那和一個人即將追求的未來又有什麼關係 那個吃人的小鬼曾經做過足以讓世人憤怒仇恨的暴行 當時當他捨棄了曾經的自己 試圖以一個新的面貌追求一點點泛起回光的未來 難道我們要殘酷的將那份希望抹殺掉嗎 有著毀滅一切的能力的你 被關在小黑屋中上滿的你 可以走到黑暗不在的地方 為什麼他不能再一次獲得新生呢 你討厭他只不過是因為看到他會使你 想起你所厭惡的過去的自己吧 別再鬧下去了 鮮花本來是幸福的象徵 為了爭奪這個而讓心智扭曲太不值當了 你們都是幻想鄉的同伴 在這琉璃思索的現世界都是一家人 何必爭吵這些 沒有了鮮花你依然可以有辦法去和物語摩理沙去玩 而且對你而言 會和你一起玩的人也不在少數 你不會孤獨 但對於他不一樣 正如你說的 他做過那樣的事 想被人再次認可 異常艱辛 但至少當他想以自己的努力 來重新和別人交往的時候 我們應該更多的鼓勵才對 突然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 才不會斤斤計較這些吧 已經可以寬容待人了 是那樣子吧 嗯 什麼東西啊 胡蘭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已經不會任性了 好吧好吧 胡蘭乖乖聽魅宏的話就是了 露米亞這朵話就讓給你好了 胡蘭才不會和你計較 是那樣嗎 是那樣 嗯嗯 又成功了提高某人的好感度了 真有一手啊魅宏 不會是孔來之王 別說沒用的話 那麼這也算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了吧 這兩位小姐已經平靜下來了 露米亞也可以拿著誓約的鮮花去表白了 總算是功德圓滿沒什麼遺憾了吧 可是接下來可以考慮一點實際的問題嗎 我們應該怎麼再回到山崖上呢 別告訴我用攀岩的方式徒手爬上去 似乎現在的設定裡我們沒有飛行的技能 喂 我條小道能到山腳下 露米亞帶大家走喔 居然還有捷徑嗎 那還真是得帶你找路了 帶路什麼的都無所謂 能不能先把這麻煩的黑暗取消掉 啊哈哈 這個 送給我的嗎 點點點 點頭 點點點點 是為了在這花才離開的 嗚嚕嚕嚕嚕嚕嚕什麼東西 不想要靈仙生氣 想要和好 所以送給靈仙 是那樣吧 是那樣吧 不會亂生氣了呢露米亞 我會信任現在的你的 會好好嘟吐著你變成好孩子的 我一定會讓大家再一次對你微笑的 所以所以 請繼續跟在我的身後好嗎 嗯 或許把花交給他真的很好吧 不過還是有點遺憾呢 不玩的蛋糕 那種花總還會有生長的 即便現在無法得到我也會想辦法幫你弄來的 所以你也開心點吧 真的嗎 盡力而為就是了 嗯 那忽然等著魅虹 蛤 無依依的碾花惹草 又開啟了七八糟的Flag分枝啊 口腾的草食器鳳凰 草食器鳳凰 蛤 沒事就當是我誇你了 哦 呵呵 他又在那裡轉圈圈了 所以請繼續跟在我的身後好嗎 嗯 痾痾痾圈圈了 欸超快 不要爬喔不要爬喔 喔不要用攔截的嘛 對 欸不行啊 只能擋住靈仙 不行 啊好吧 放棄了 啊哼哼哼哼 花靈幻境 喔很大 花靈幻境在 黑酒吧 這邊有一朵花 那個房間 又來了 女王有事拜託你 居然會有求於我 膽子真不小 怎麼了 你是種花能手吧 不知道你這花田裡 能不能找到 含月幽談花呢 含月幽談花 你還真懂 欸真是懂得些上品的花種 不錯想要 是的 如果可以還請送我們一株 非常感謝的 這不是你一句感謝就能完成的事情 含月幽談花是非常稀有的花種 壽命極短 培育起來也非常困難 我這花田裡不會有那種難以存活的生命的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專門種植一株 但是 你得付出相應的代價才可以 不會是要高價吧 錢那種庸廚的東西我不需要 嗯這樣吧 我可以為你們培養含月幽談花 但作為代價 你們要給我做一件事 當然 為我勞做這本來就是你們的榮幸 你們對此應該感激不盡就是了 痾 那是什麼事呢 我也有想要培育的花苗 有錢人 但那種花是這個世界上沒有存在過的 想要創造一種全新的生命嗎 也可以這樣理解 但是依靠現有手頭上的花種素材恐怕難以做到 所以你們去給我跑腿吧 我需要一種名貴稀有的靈蘭花的花種 找到這種花種 然後對其注入一年四季的力量進行醞釀 送到我這裡來 蘊含了四季之力的名貴靈蘭的花種 這是什麼意思 是你去領悟 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事 別說廢話 用那個花種和你交換蘭月幽蘭花嗎 我可沒這麼說 喂 但是你們別無選擇不是嗎 痾 好吧 如果真的能有機會遇到那種花種 會幫你留意的 最好努力點 你們的價值也就在於此了 真心不想幫這個人做事 於是首先還得 找到靈蘭的花種吧 名貴的靈蘭有沒有這方面的線索呢 咦 這個還沒完耶 好 四季的花種 按照封建優香的所說 得為她找尋合適的花種才可以啊 女王的任務居然是這樣麻煩 好好想想如何才能達到要求吧 目標 尋找名貴的靈蘭花種 並為種子注入春夏秋冬四種力量 現在評價應該19 現在評價應該19 今天19 然後找 幻想酒吧的地理說話 歡迎光臨兩位 要來做問答題 今天找你 今天找你 來是有特別的 欸有別的 欸什麼的 今天找你來是有些別的事情 櫻翻兔子 還記得當時在植江金陣 那邊偷沙漠靈蘭的事情嗎 喔喔最初和你們遇到的事件啊 怎麼追憶過去可是人之將死的表現耶 別說沒用的 印象裡沙漠靈蘭是在沙漠中生長的很名貴的靈蘭花種吧 咦當時肯定弄到過這種 那種花吧 有種子嗎 你們又在收集奇怪的東西啊 種子沾有需要嗎 嗯 那來點情報費吧 沾算你們便宜一點 張口閉口都是錢錢錢的 有意識嗎 我們要這個很有用 還是說你有一定不能給我們的理由嗎 真是夠咄咄逼人的哪 好啦咱也沒非得和你們在這種事上糾結的理由 沙漠靈蘭的花種是吧 姑且給你們一個就是了 喔沙漠靈蘭的花種 啊就是這個太感謝了 我是拿不會是拿什麼野花的種子蒙我們的那個吧 喔一個破種子而已 咱還不至於在這種小地方耍花招 倒是你們不會是缺錢缺到這種地步變相更殘要錢吧 不是啊 魅虹將奉劍幽香重化的事情簡單說明了一下 居然是幫那個要命的女王做事 你們也真夠嗆的 好啦好啦快拿這東西去交差吧 欸不行吧 不過如果不交差拿這個去賣或許也不錯 欸記得如果賺到了錢 賺到錢了來咱這邊揮霍 我絕對不會讓錢被你騙走的 嘛既然花種已經得到了 接下來就是在其中注入世紀之力了吧 有缺錢的人是靈夢嗎 我靈夢拿不到啦我沒有解蜃蜂線 不會要去世紀英姬給花犯罪吧 怎麼可能 然後想想會想想 能象徵著世紀的都有誰 找那些人去勒索一下相應的力量好了 勒索 不過確實是個好主意吧 去找看看吧 靠在哪裡啊 黑白莉莉 誰是黑白莉莉 莉莉 黑白莉莉 誰啊 黑白黑白 糟糕 我只知道有兩個天使在那邊跑來跑去啊 可是怎麼過去找他們 為什麼突然有反應 魅虹將封建幽鄉 種花的事情簡單說明了一下 我會飛過來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 哇 那邊有一個發光點 可以的話想找你們 幫忙能在這種子裡出入村的力量 後面走到 這算是答應了嗎 看來是的 黑莉莉莉 黑莉莉 白莉莉 將村的力量注入到了 林蘭花種中 這就是村的力量嗎 感覺到一股融融的生機很溫軟 感謝你們的幫助呢 是我很開心的樣子呢 不過到頭 到頭來也沒有台詞 果真是沒有頭像的角色吧 喂 喔 發光點喔 然後還要 雷蒂喔 雷蒂在哪裡 我想一下 銅魔劍嗎 欸不是在 沒有沒有沒有在隊伍裡面 OKOK 應該是 劍橋旁邊嗎 喔好遠喔 怎麼這麼遠 到底 紅魔劍要走幾次啊 超煩的 超煩的 超超超煩的 欸到 最後一劍嗎 無盡冬日的象徵 這裡應該是沒錯了吧 嗯怎麼了 什麼冬日 啊實不相瞞 有事情想要拜託呢 魅魂將封建幼香種花的事情 簡單說明了些啊 那位女王大人又這麼 亂使喚人啊 你們也真是辛苦 不過把冬的力量就這樣 注入到種子裡 沒問題吧 一般來說 冬日不是象徵著花草的凋零嗎 但民間也有瑞雪 趙楓年的說法吧 咦 咦 我沒有找秋姐妹 靠樣 埋藏在地下的種子 由於地上的積雪 這數據有差嗎 應該沒有吧 埋藏在地下的種子 由於地上的積雪 隔絕了外界的寒冷 而得到了暖 之後 能再新的一年茁壯成長 這也是可以的吧 沸沸也是呢 沸紅你還知道農業的事情 果然是在野地裡混過傻小子啊 這話怎麼這麼便宜 總之只要出入一些寒氣就可以了吧 還請注意力道 別真的把種子凍死 交給我吧 埋藏將冬的力量出入到菱蘭花種中 這樣就可以了吧 有些冰手呢 但這種冰冰涼涼的手感也蠻舒服的 哇 雷兔還問我要我很良的 嘿嘿嘿 什麼東西 果然比起其木肉的冰人 雷蒂的雪是更加有包容力的冬 冬天奶的春天意不再遠 我們可是比村的妖精更提前一步 預告春日的來臨喔 總之感謝不敬 謝謝這份守護了冬之力呢 不客氣 希望你們能圓滿完成女王的任務吧 這也算是他小小的溫柔吧 什麼意思 沒事吧 沒事了 加油吧 OK春日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還沒有找 找誰啊 秋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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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西應該會趕快打野 可是自由傭兵嘛 會不會在鴻魔箭上 也有可能 有可能 也不會在新年傳之步啊 沒有 限時傭兵 沒有 有 蛤 真是太聰明 有番組姊妹 剛好看到你們在 換講將象徵秋天的姊妹 看來就是你們了 大概是那樣子 有什麼事嗎 想要吃剛烤好的番組嗎 別那麼沒志氣姊姊 你看他們就是來求我們辦事的 我們要把面子撐足才可以 讓他們乖乖的求我們 這麼需要我們求你們啊 嗯 求你們幫我辦點事可以吧 哇 我錯了我錯了 我錯了對不起 不要 千萬不要吃我 吃掉我 千萬不要吃掉 好了 去拜託他們吧魅宏 啊哈哈 實際上事情是這樣的 魅宏將奉劍又香狀況的事情 簡單說明了一下 那大概就是這種情況 所以希望你們能協助我們 將種子 中注入一些秋的力量 如果有反抗者出現的話 魅宏會親手攪死他們的 確實是這樣說過的 啊 五 呃 蛤 一姐快 快點助力 秋之力也好 什麼力也好 趕快住進去吧 那個女王 暫且不是神明可以看人的東西 啊 我知道了 我來看看怎麼助力啊 喔 靜夜 將秋的力量出入到菱蘭花種中 大概這樣就好了 喔喔 感謝你的幫忙啊 一種逐漸成熟的感覺 似乎聞到了 吸取番薯的香甜香味 呃 甘甜香味 這花不會種完之後 才注意推番薯吧 如果能有收穫的果實 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喔 如果真的收穫了那樣的果實 全員都是翹翹的吧 OK 三個都有了 然後找幽香說話 在酒吧 酒吧 這個狀況怎麼這麼麻煩 好 咦 哈 花種的事情怎麼樣了 別告訴我連核四的種子都沒找到 那個還是找到了 目前選用的是沙漠靈蘭的花種 根據旅行得到經驗那也算很名貴的花種了 然后你不是说过吗 你的花田里都是些生命力顽强的花朵 沙漠灵兰作为能在沙漠绽放的灵兰花 生命力自然很顽强 所以想到这花应该能符合你的要求 沙漠灵兰吗 呵呵 真是不错 居然能选择如此让我秤心的花种 看来我以前确实有些小看你们了 花种的选择总算过关了 四季之地的选择怎么样了 那才是 诶 那个才是最麻烦的 已经给种子注入了春秋冬三种季节的力量 可是象征夏日的力量 幻想将实在没有 诶 没想到能有这样代表性的人 缺少的是夏之力啊 嗯 没关系 先把种子给我吧 我失去物品上或灵兰的花种 你们还真是绕了个大圈子 我可是四季花海的领主 一年四季的花时令都尽在我的掌握 哦 哦 由我来代替花团景触的夏季注入力量不就好了 诶 居然还有这样的捷径 不过似乎拿到种子到这边来没有特殊对话 故意让我们跑腿吗 总而言之 先完成最后的四季之地注入吧 话题被岔开了 哦 优香将下的力量注入到灵兰花种中 很完美 不愧是得到我的力量的加户 那么这样就算完成你的要求了吧 之后可以把寒月优坛花交给我们呢 别太贪心了 这才拿到哪了 连第一步都还没有完成 好像又拿出了一颗种子 哇 那个是 这是我今选的什么 九龄向日葵的种子 已经注入过世纪之地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将这两枚种子进行融合 哦 孕育出 诞生出 蕴含新生命的全新的花种 似乎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一刻啊 又不是魔术 没什么把戏的 这可是花与生命的力量 完成了 见证奇迹的此刻完成了 两颗种子和威业 取名为向日菱兰 这可是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崭新的花种 于是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鲜花从这花种中绽放出来 向日菱兰花种 喂喂 帮你种花 连你让我们做什么 喂 你这么大片的花点 直接把花种在这里不就 咳咳咳 不就好了 那可不行 等一下 我说了多少遍 这是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花种 如果依然用这么频繁的土去种植 花是不会得到升华的绽放的 想办法通过无土栽培的方式 用特别的营养液把这株向日依然种好 你们的任务才算完成 无土栽培 营养液 这又是毫无头绪的事情啊 那么只要花开了就算圆满完成吗 别问问题 先说好能做的事情再说 去 好吧 知道了 或许随便给种子浇点水 然后去找校业 把时间加快一些 就能赶紧开花了吧 如果敢这么做 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诶 时间加速可是生命成长的邪道 绝对不可能通过那种方式 强制开花 绝对不可以 所以果然很难办啊 我任务报告 这只是前半段而已吗 喂 忘了 喂 再放了向日琳兰 花种任务的后续 这种保姆任务还要继续下去 于是接下来要进行无土栽培了 千万技术不能通过食庭的方式加速成长 否则还是别否则 这种目标 培养向日琳兰的花种成长 喂 诶 他还没玩 真麻烦啊 完全提不起精神来 还要搞什么无土栽培 那个女人分明是故意找茬 她那脾气能正常说话已经不错了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不知道 不过说起无土栽培 至少先得 至少得先找个花盆什么的当容器吧 然后得收集25单位太阳嘛 靠 喂 啊 花盆应该找谁要呢 植物大汗僵尸 哼 有没有 看上去就有点和花盆啊容器啊什么的相关的人呢 谁啊 是谁 看 呃 然后 骑尸美哦 我靠木头 我先把莲子加进来 莲子 我的莲子 居然是跟骑尸美说话 现在应该没有 还没有拿到评价值 哦 木头 好的 哦 不知道现在努力算不算完 我想要造一个好大好大的木桶 帮助大家 呃 之前讲过了 呃 呃 还是说不能再多多家人 好吧 先来说正经事 小桶像你这样到处寻找桶来栖身的妖怪 一定对桶之类的容器很了解吧 你有没有比较小型号的桶 大概花盆大小的 最好是足以承载远非凡间之物所能达到的气场的花盆 有吧 根本没听懂是什么意思 就是想像你问有没有花盆 看你这种住在桶里的家伙应该很懂器皿方面的事情 哦哦 是花盆啊 呜呜呜呜 这 诶 这你可算找对人哦 以前在地下居住的时候 五名地大人他们要种个花草盆景之类的 都是来找我的哦 我可是兆桶的行家 呜呜 完成啊 逆琳的花盆 真是非常感谢 不用客气要种出可爱的花朵 如果我们转手就把这个卖了 会不会让人很难